是 我想你应该清楚 我要你做的 不单单只是下属 可不可以放过于风阁 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陛下 不是说放过就能放过的 你真当我无所不能了 我只知道 殿下是纯粮之人 被你以激将法聘入局中 这些不可能 玉丰阁是他必生的心血 还请大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好不容易赢了一次 你去让我得饶人处且饶人 那你知道 我输了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不会让你输的 就凭你 冯大人这样做 无非是享受冷玉丰阁的人才 听闻大人 最近在替礼部招兵买马 不知道这里部 有没有合适我的位置 我想你应该清楚 我要你做的 不单单只是下属 大人请自重 大人请自重 我最不喜欢的 就是你用这种公事公办的态度 跟我说话 还记得 你那天心计如焚地赶来救我 可不是这样的 我愿意搬入冯府 那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只要你肯放过三皇子 只要你肯放过三皇子 你倒是有情有义啊 为了三皇子 竟然做到这种地步 你回去赶紧收拾一下行李吧 你早一日搬进来 我就早一日放过他 親自家 我回来 你回来 你回来 好 commercials 我回来 好 你也是来刺刑的吗 对不起 殿下 殿下对你有情有义 如今殿下有难 你竟不顾而去 亏欠殿下的 日后我一定归还 只是此刻 我必须要离开玉峰阁 那你倒是说说 为什么非所不可 好了 清晓 冬月不是你想的那主人 那个 冬月所求的 不是高官喉鲁 也不是荣华富贵 我相信他有自己的想法 殿下 我离开玉峰阁事处有因 只是尚无头绪 还不敢轻易许诺 只待日后事成之时 可以报答殿下 当初的知遇之恩